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处罚会临到他身上 听见耶稣这慈祥的吩咐 简直不敢相信他的耳朵 喜悦和委屈一起涌上心头 眼泪也像泉水一般流了出来 今天真是他最快乐的一天 十二年来他得了血漏症 今年累月血总是流个不停 身子变得很虚弱 辛苦做工得来的钱 也全都花在看医生和买药上 病不但没有好 反而越来越严重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照犹太人的习俗来说 他是不洁净的 所有碰到他的人 也都会变成不洁净 就得立刻洗净身体 换上干净衣服 要到日落时 这人才算洁净 因此十二年来 孤单的他受尽了排斥 没有人和他来往 人们总是躲得远远的 他真是绝望极了 今天他下了决心 他要来见耶稣 他早已听说 那拿撒尔人耶稣 是先知 有大能 可医病赶鬼 他知道 只有耶稣 可以医好他的病 一大早他就赶了过来 在岸边等待 没想到 今天来的人这么多 围着耶稣 涌集地在街上行走 向下赶去哪里 看样子要见耶稣 请求医治 大概是不可能了 但是 他心中充满了信心 他告诉自己 只要摸着耶稣 衣袍的边 就一定能得医治 是的 我只要摸着耶稣 我只要摸着耶稣 衣袍的边边 我的病就会好 就这样抱着单一 真诚的信心 他 一个多病的女子 用尽力气 聚集人群 终于来到耶稣附近 心想 这下子 被他弄得不洁净的人 可多了 被他们发现的话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他伸出手来 摸到了耶稣的一脚 奇迹 就这样发生了 他的流血 立刻就停止了 他欣喜若狂 感谢神 我的流血停止了 正在这时 耶稣却突然停了脚步 转过身来 向众人道 摸我的是谁 耶稣怎么知道 我摸着他衣服的衣角呢 他怎么会知道呢 这么多人在他周围 大家拥挤碰撞的 而我只是摸了一下 他的衣角 他怎么会知道呢 众门徒也是这样奇怪着 主耶稣回答说 他摸我时 我感觉到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众人都不明白 耶稣在说什么 只有他 只有他明白 他冒犯了耶稣 这下子 耶稣和这些人 都变得不洁净了 怎么得了 他不知道 主耶稣和这群人 要如何处置他 女儿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我们什么时候 也能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温柔和别人说话呢 我们什么时候 也能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怜悯 对待周遭的人 主耶稣 称呼这女人 女儿 当有人冒犯 得罪了我们 我们是否能够 依旧以弟兄姐妹之心 代之 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呢 这 的确很难 我们何不 在日常生活中 点点滴滴 就开始效法 主耶稣的性情呢 这女人 没有机会 请主 来医治她 却凭着信心 轻轻摸了一下 主耶稣 一一跑的一脚 神的大能 就自动地 从耶稣身上 传了过去 她的病 就这样好了 这是多么神奇啊 信心 像是一个 全能的金钥匙 它可开启 通天国的道路 它可以带领我们 亲近神 和神交通 多么好啊 多么希望 我们自己 也能拥有 这么强的信心 是的 人非有幸 就不能得 神的喜悦 我们要兼顾 我们的信心 做一个 神所喜悦的子民 亲爱的父神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请求圣灵 带领我前面的脚步 替我加添力量 坚固我的信心 帮助我 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 我这样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救你 谁能拯救 自卑天赋 我身上求告 你是我心所相信 自卑天赋 我向你呼吁 你是我心所希望 自卑天赋 自卑天赋 我向你呼吁 你是我心所相信 自卑天赋 我向你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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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心所欣望 自卑天赋 我身上求告 自卑天赋 自卑天赋 我向你呼吁 自卑天赋 借我 除了你 我能够靠谁 除了你 谁了解 除了你 有谁能抑制 除了你 谁能拯救 自卑天赋 我身上求告 你是我心酸 相信 自卑天赋 我向你呼吁 你是我心酸 今晚 自卑天赋 我向你呼吁 你是我心酸 今晚 我中文字没出来 我中文字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